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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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的朋友的胸上面 然后大多数的体重呢 都是放在你的朋友的胸上 2 3 好 今天从3要去4了 好 观众朋友为了方便 你们辨认谁的手是谁的手 所以我跟董教练都穿了这个 MMA的拳套 好 所以现在我为你们再讲解一遍 这是3 从3到4 好 从3到4其实是蛮简单的 就是3 到4 最重要就是手要往 董教练的 那个下巴过 如果是在他的上面过的话 他很容易用他 事后是对 有些时候会 这个时候会给他蹦到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边下巴过 用手肘 推向他的手 顶着他的手先 好 这个是 他的细节 一定要做对 这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腰要先转 我的腰在转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腰压着董教练的脸 所以我现在轻轻的转 我的腰转的时候 你看到我的身体吗 就会往董教练的脸上压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董教练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好 所以3到4 他的重点这样 你看到我的手吗 不能开开 这样开开你会用不到力 所以手都要贴着直接伸 当你在控制那个人的时候 你是跟他没有距离的 是越近越靠近越好 头不可以往上顶 因为有时候你的朋友挣扎 什么样 碰 会打到 所以头一定要这样放 贴着 好 从4到5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你的肚皮 压着那个人的肚皮 你胸对着胸 然后 然后 同样的重量贴 这是第5 对 千万不要贴得太高 如果你贴得太高的话 你把你的头 放在你的朋友的这个地方 那看起来就怪怪了 所以 是胸贴着胸 好 现在我从4 要上去董教练的身体上面 Top Mount 就是我要上去这一边 好 重点是 我的这条腿 不可以跨过董教练的双腿中间 不然的话 他就会夹着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Hard Gun 这个就是 我将来会跟你说的 Hard Gun 所以这个是 他夹着我半条腿 就是 我就会很麻烦 就跨不过去 好 所以我的腿呢 一定要跨过董教练的腰上 从他的腰上 所以有些时候你跨不上去的话 你就抱着你自己的脚 从这边跨过去 先放着 重点 手肘一定要压在地上 身体照样贴着 然后 慢慢的像玻璃这样 慢慢的带着 嗯 带到董教练的手 对了 你可以看到董教练就是说 他要把手肘往上推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剥开 然后 这样放着 身体是趴着 然后如果你看到我下面吗 如果你注意到我的脚 注意看我的脚 我会勾着董教练的腿 轻轻地勾着 然后就贴着它 然后就贴着它 好 这是我们的脚帽 对了 通常朋友在这个时候 挣扎的时候 你只需要 放松 对 好 揉束就像钓鱼这样 这些 positioning呢 就是 你勾到了那条鱼 然后你拼命游的时候 你不要跟它拉上来 你要顺着那个鱼走 当鱼累的时候 你才慢慢地 带上来 然后如果鱼要拼命的时候 你又跟着它 然后又把它勾上来 所以揉束的这个 body positioning 就是用来做这个动作的 所以 如果董教练在这个拼命挣扎 我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 我是放轻松 给它 给那条鱼挣扎 然后顺顺地跟它来移走 好不好 好 这个会比较复杂 所以观众朋友注意一下 现在 我在talk mouth 我如何换手呢 这只手 我会放在董教练的头底下 然后这只手 会出来 我的胸呢 会还是压着董教练的另外一只手的 那么 所以 你看到我们手这样 我会抓着董教练的这只手 这只手 我会过去我们的 Figure 4 hold 我们的4号的 握法 好 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的身上一定要往上移 我的身体是没有贴 没有爬上来的 我身体一直还是贴着董教练的这里 好 我要把董教练转向另外一边 然后 我的脚会开始 贴近董教练 我做慢动作 看着我后面的董教练的这个 我的董教练背后的这条腿吗 我的膝盖会贴着它 像董教练现在要转向地面上 转回去地面 躺在背后 是不可能的 所以董教练是转不回去了 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对了 我在这个时候呢 就让董教练坐起来 然后绕过去 有些手在绕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对方的手在这里 你可以用你的脚 跟它勾你 让你贴 这个就是我们的 take the back 就是背后的控制方法 嗯 好 好 好 观众朋友先为你们讲解 重点练习的示范 好 我们先 3 4 3 4 3 4 通常我们会做 6个回合 这样子 好 所以请看 3 4 3 4 3 4的重点是 这条 这只手的仪法 3 3 4 从4 再回去3 所以通常要做个 5到6回 然后从3到4 同学们 记得你的手 是在你的朋友的下巴 然后 然后 你的手肘 当你到这边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着你的朋友 然后你的身体转的时候 一定要压着你朋友这边 所以 3 4 3 4 4 通常这一组我们会练个 5到6次 4 5 4 5 也是5到6次 现在为观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4 5 这条腿的移动很重要 4 5 然后你从5到4的时候 然后这只手 一定要压着总将来的这只手 然后 脚呢 跨回去 4 5 4 手按着 5 5 最后一次示范 4 好 从4到top mount 通常练个6回合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 这边 练6次 从这边呢 手刷过 然后脚勾 算是一个动作 练6次 好 好 慢动作 手刷过 带到董教练的颈项后面 腿勾 身体 放平 好 做6次 后来我们会换手 然后形成我们的 那个 4号握法 同样的 练 6次 好 接下来的动作是 我从这边 会把 我的 那个 腰部 往董教练的身上移 然后我会转董教练的身体 同时你会看着我会开始 半跪着 半跪着 这个同样的练 6次 好 身体 往上移 半蹲动作 夹着董教练的身体 胸 胸 往董教练的背部贴上 最后一次吃饭 移 转 身体夹 背贴 好 最后动作 把董教练做上来 然后我的 身体呢 就会移到董教练的背后去了 好 再回去一次 观众朋友当你要控制你的朋友的背后的话 你的胸一定要贴着他的背 你的胸一定要贴着他的背 这是重点 好 再练习一次 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的脚千万不要勾 你的脚万一勾在一起的话 董教练只需要把他的一条腿 放在我的腿上 然后再把另外一条腿放在自己的腿上 他只要一伸 会夹到我自己的 那个 anchor 所以记得 对 我不可以关 在巴袖的时候 你控制人不可以这样夹着 因为只要对方这样 放一条腿 放两条腿 他只要一伸 但是 你会 会觉得你的anchor会被他锁住 所以你的脚一定要勾起来 所以这是 控制那个人背后的重点 对 所以脚通通通就是这样子 千万不能够打岔 好不好 对了 如果打岔的话 怎么防呢 你就这样勾起来 然后伸展你的腰 那个人的anchor就会被你绷断 好 观众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讲的就是 从四股 然后top mouth 然后如何去到对方的背后 所以这些地方 在你们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专心的练 而且要注意你朋友的安全 也要注意你所用的东西 所以记得地上一定要毯子 否则如果你要的话 在草地上是OK的 不要肯定草地上是不能给我有石头 这些不然是非常厉害 在你摸着你的朋友说 这个是position control 不需要猛勒它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好 所以记得 累积所有的安全 还有身体的要保持干净 如果身体有多 汗啊 还是有疤痕 有疤啊 有伤口啊 一定要把它贴好 否则会有细菌的感染 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 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 应该到我们的 功夫者官方网站 是 如果想要结交更多功夫案 爱好者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 公夫者QQ聊天群 那里有更多的 公夫爱好者等待着你 是的 那如果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应该去哪里呢 公夫者微信公众平台 和官方微博 是 如果你在新加坡 想与我们联系 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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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